这个夏天 在腾讯视频平台独家播出的扫黑风暴 成为大热剧 由真实案例改编的剧本 牢牢锁住几个法学院大学生的目光 他们来自同一个情绪 虽然暑假期间各自在家 但大家相约在群里同步追剧 我叫他你号子的 不要慌 那我的 姐妹们 我以后就是有组织的人了 我爱一心 我爱一心 淡定淡定 爱了爱了爱了 改名字哈 做足分为改 红红雷雷的粉红粉 一星迷媚 孙红雷的大漂亮相继上线 几个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追剧录 可是有一天 群里的画风突然变了 我的天啊天啊 18集太好看了吧 啊你怎么才看到18 啊你怎么才看到18 我就更新到18呀 不太行啊小老弟 太慢了吧 超前点拨了解一下 超前点拨呀 凭啥 多钱 VIP不管用了呗 就三块 还有加钱 别生气 别生气 小小劲 小小劲 到底想要什么 我只想要公平 本以为超前点拨已经够过分了 没想到腾讯视频的下一波操作更气人 平台发布的追剧日历写道 会员遵享超前点拨特权 可以三元每集按顺序解锁 意味着假如要看第二十三集 必须先购买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集 否则是不能看的 这是什么霸王条款 这什么 你贫 你细贫 感觉被敲诈了 这吃下太难看了 忍不了 这事过得去 几个女孩派代表段星一来到节目现场 与金牌律师们面对面交流 星一 我想你作为法学院的学生 可能你看扫黑风暴的时候 是不是跟普通观众感觉不一样 确实是这样主持人 因为普通的观众可能更关注剧情的走向 而我们其实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 我们在关注剧情走向的同时 非常容易在情节中带入自己的法律思维 去思考其中的法律关系 然后看他们其中会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存在